男孩每天都拿着生肉往森林走去 然后把肉扔进森林的树洞里陷阱 因为他经常会听到森林中的嘶吼声 所以用绳子绑住自己和森林里的东西保持距离 老黑以为一定是他随意扔食物才能引来的怪物 所以让小帅和他一起去森林抓住他 但小帅却不同意 因为拴住他的绳子也只能到达森林边缘 很快老黑就想到了一个办法 他用布条连接住绳子 这样他们就顺利走进了森林深处 可来到这里后两人并没有发现什么 只是在地下看到了一根粗壮的铁链 老黑用尽力气也没有拽出来 晚上老黑看着小帅不安的心情 于是他就随意挑本书为他读 可他拿的这本书却是小帅母亲的日记本 听着母亲的日记 小帅好像回到小时候一样渐渐地睡去 但老黑越往下翻去 就发现里面的内容越来越不对 天还没亮 老黑就拿着捕兽器和猎枪 只身前往了森林深处 没多久一声枪声响彻了整个山谷 随后小帅立马套上绳锁往森林里走去 可他来到这里后就摸到了老黑的书包 情急之下他立马不停地呼喊老黑的名字 但他不知道这却引来了森林里的怪物 在感受到什么东西后 小帅害怕地唱出了母亲交给他大哥 而怪物也突然安静慢慢停了下来 他意识到这人就是自己的母亲 但在母亲抱住他的时候 他还是亲手结束了母亲的生命 这部电影讲的是母亲与儿子都是盲人 他们进入森林使用黑魔法来恢复势力 但治愈盲症的代价是转变成怪物 并且杀死怪物的盲人也会成为怪物 绳子是保护也可能是禁锢 最后男主脱掉绳子 却是在选择做一个纯粮无辜的傻子 还是看清现实 与充斥着怪物的世界同流合污